嗨,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家孩子呢,答应帮我把这个屋檐油漆一下,我现在站在梯子上,让他帮我清理这个屋顶上的树叶什么的。 我非常感激我的泰国同事,之前我们有聚会的时候,他做了木瓜沙拉,我说特别好吃,然后他呢,就在家里头买了木瓜,然后帮我都,甚至都给切成了这个丝,把木瓜,还有花生碎呀,他做好了,还拿了一个西红柿,把酱也配好了给我,我真的是太感激了。 非常感恩,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你们的陪伴,我也非常感激我的孩子们,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们。 你是在屋顶干活,还是在屋顶上玩啊? 我怀疑你就是在那装傻,你给我下来。 你知道,这个孩子上了屋顶之后呢,他就跟上房接瓦一样。 你下来吗? 别摆妈妈,臭小子,你要想把我踢下去,你知道,你看我站在梯子上面,这下了班,功夫还没换呢,天气实在太好了,就一直想把这个活干完。 儿子啊,屋顶的风景好吗? 所以我们只有站的高才能望得远,你要使劲的长啊。 今天的天气真的太好了。 你知道吗?今天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只小的猪丝鸡跑出来之后,突然,他就昏倒在地上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我在准备鸡食,所以等我看见他,他就在那,眼睛也闭着,把我吓给我呛。 后来我就把他装在纸盒箱里头,给他准备了食物,他一会儿,待了一会儿,他竟然缓过劲了之后,他从纸盒箱里跑出来,我们把他放出来之后呢,他竟然自自的跑。 哎呀,你说这小鸡,他是不是也挺吓人的,有的时候。 不过还好,即使他没有事情。 泰迪啊,你妈想你了,这为什么是我的问题,臭小子啊,过来,让妈亲一口。 泰迪,你坐在那干嘛,看什么风景,你又不懂得欣赏,大家已经看到了我,我的身后有一个人, 和一只狗,他是我的儿子,儿子啊,你觉得你妈漂亮吗? 我给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你每天都看到我。 漂亮,漂亮。 你妈从小就教育你不要撒谎,你都忘了。 不是,你知道的啊,你问我干啥问题。 我不是,还不确定吗? 你前段时间看到了我发那个,关于我还是单身的这个视频。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适合我呀? 我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吗? 不是,是你找这个人,还是我找这个人? 不,你说,你支持不支持我吗? 我支持,这个是支持的。 嗯,那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请谨慎地回答。 那我认为是个,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吧,我认为,我们一家人都是,是比较要强的人。 你九岁来到美国,那你喜欢中国还是喜欢美国的教育呢? 嗯,其实,嗯,第二个可能是喜欢美国,因为我认为,美国呢,他把学生当成人吧,我认为老师,他教课,他会与你一些,嗯,空间让你去,用你的想象力,让你去说你自己的感觉。 而,正常我在中国的教育的时候,他们就是喝个长教,然后呢,就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其他的都是错的。 拉倒吧,你就一句话总结,美国这边作业少,中国的作业类似你。 那也不一定了,中国的,他的数学作业很多很多很多,还有他的历史的作业,至少我听到他们的历史的作业很多,补合很多。 嗯,但在美国这边的,他的其他的课的作业也很多。 你现在已经高四了,开始申请大学了,你都申请什么样的大学,你对什么样的大学感兴趣呢? 嗯,我申请的,一般都是,成为都是有班船的大学,我,我花班船花的时间非常多,我也把这个房间,所以呢,我现在申请大学,班船特别好,比如说我申请了, 啊,Tulene,嗯,我申请了,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呃,在西雅图那里头,我还是,大家申请了tux。 班船特别好大学,我,其次呢,我想申请一个,学习方面比较好的大学。 嗯,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在,嗯,离你妈妈近了一点的大学是读书呢? 这样大家互相照顾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成功,对我来说是,我离我妈越远就越成功。 哈哈哈,错,你现在不是很成功吗? 你怎么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往美国的另一边冲。 哪边? 往,嗯,Newon那边。 就是离你妈越远的地方,你就觉得你,你会,成就越大。 嗯,嗯,那如果妈妈想你了,会怎么办? 你可以找我妹妹就。 那如果你妹妹也到了别的地方去读大学,该怎么办? 狗,妞妞,只鸡,鸭子都。 那,我这样还要怎么办,我。 其实呢,我知道你也很忙,对吧? 你上学啊,工作啊,生活都会很忙。 如果你,呃,实在忙的,没有时间回来,就别忘了给妈妈寄点签。 哈哈哈,我,我肯定是回来,因为我,回来我也想看我的发生俱乐部嘛。 因为毕竟是,我儿的发生俱乐部就长大了,所以我肯定也会, 暑假时有时候我们回来去看看。 你也是妈妈养大的,所以你肯定回来看看你妈。 而且,嗯,我非常感谢你前两天还给我,请我吃饭。 你看,你这样的好习惯一定要保持下去。 哈哈哈,你觉得妈妈应该做什么样的能让我变得更好? 嗯,其实我,你心目当中的妈妈已经是很完美的了,是吗? 哦,我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就是我自己。 所以呢,我认为说自己怎么做得更好的是,说看自己想做什么,什么东西, 还没有,能做成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你自己,就是没办法一个事情完成。 所以我认为说,如果你有什么想做,或你有什么缘方的话, 嗯,更满美的你就是去努力去达成这些要求。 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只要让自己觉得努力,别人是强求不了的,对吧? 对啊。 这个努力的过程,只有自己想努力才会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还要继续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真的是很激动人心,很兴奋的, 我并不觉得努力是一个很消极的事情,对吧?很无奈的事情。 对啊,我认为是能吃苦,然后遇到难,是努力去解决的人才是最快乐的,最兴奋的人。 就很有成就感的那种人,对吧?因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 你觉得跟妈妈的生活,会是很苦的生活吗?还是很快乐? 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很难去体会,因为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 其实,说的难,不是说简单,说的难,我认为是说,都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认为是说难的,你说的难,说的难也难。 这些好多,在城市里头很有钱的孩子,包括叫我学校的孩子,他们都觉得说, 他们的生活已经难得,不能再难了。或者说,他们认为是他们的难也是很难。 所以我认为说,生活难不是说和谁在一起,或者说,真正的是困难有多么难, 而是你对困难的一种态度啊。当然,困难多难也是一部分,但是呢,我认为说,态度是更大的一部分。 没错,因为我们在解决困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吧? 对啊,对啊。 儿子,往后你读大学,然后在那边工作,留在了别的州,生活,发展的话, 你希望妈妈也搬过去吗?跟你一起住,或者是离得很近。 那是我做的噩梦,就是我一早上醒来,然后呢,我的室友就是说,她一早醒来,你妈来了。 我这样就是,尿床。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尿床,或者什么,你妈会给你换一颗尿布,是吗? 好可爱的。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跟我在一个地方居住? 但是妈妈想你了,该怎么吗? 我自己也有一种,我想闯天下吧,第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想在我自己的一天, 天上,去看说,我自己独立能走多远,对吧? 我知道你可能在那边,你也能帮我很多,好多事情我不用担心。 但是呢,我认为是说,我自己想,说好,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在一个新的城市,我能走多远。 但是妈妈想你了,该怎么办? 我搬过去,就是因为妈妈想你了呀。 我认为是说,我想自己看看我自己成长,成长。 我想当时,我会回来,然后呢,比如说,我大人的时候出家, 我怎么回来,去看这个部落啊,点击。 。 你就不想想,先看看你妈。 还有,往后你想要几个孩子? 哦,不要。 现在我一个孩子都不想要。 你就想照顾妈妈吗? no, no,还真为了,都要几个,都要几个。 你喜欢在这样的农场上生活吗? 那只,那只猫,Lucky好可爱。 今天我出去找鸡蛋市场,他在我一圈。 然后呢,太急了。 yes。 那是他把你也想象成了一只猫。 ok。 Lucky很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Lucky。 你喜欢妈妈吗? no。 不出去,那当然了。 我认为说,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强,就是这个城市中很少见的人。 所以,一般我黑天不出去,会吓到别人的是吗? 啊,非常。 你说的是保育还是贬义啊? 那是,好处啊,当然了。 我认为说,你的生活是那种,很少见有人这么要强,这么自立,然后呢,最外面的生活比较,就是,也不是不在乎,但是呢,很在乎,但是那也是很自立。 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乎,对吧?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你去在乎了别人的生活,你自己的生活不过了吗?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精力还有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我更想,啊,集中精力在自己的生活,自己还有家人的生活上面。 不过非常感谢你说,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让我心花怒放。 我也特别感激你,啊,啊,啊,经常的请我吃饭。 你才17岁,你就能用挣来的钱去,争着抢着去跟我,给我买单。 我真的觉得这个,太让我感激了,儿子。 妈妈非常为你感到骄傲,你是最棒的,我爱你哦。 我也爱你,其实好多东西都是,我也是从你那儿写的吧。 比如说,好多我喜欢的我就写了,我不喜欢的我就不去写。 比如说,你之前教我的说,低腿这一种想法吗? 因为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家人之中,还有朋友之间,任何关系之间都是。 因为好多的朋友,他们在一起过着过着,然后他们或者说,假如过着过着,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好多的就是应该得的。 但是呢,这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应该的,对吧? 还得感谢,是说我们不能得到是我们应该应得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是人家帮我的话,我一定要去给他们一些东西。 回馈他们,对吧? 对,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人会帮你。 而且也不是人家必须要帮你的,对吧? 所以,当别人抽时间,抽精力去真心的帮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感恩。 其实你当感恩的这个过程,你自己变得更强,然后你也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对吧? 是的,我认为说变得强的过程,其实就是度过男朋友的过程吧。 对。 生活中,没有人说我的生活太简单了。 没有人怎么认为,但是呢,我认为说我们每次过的男朋友, 那个男朋友就成为了我们自己一部分那种态度,那种坚持,或者他就会变成成我们自己。 好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男朋友他把他自己击垮了, 其实他生活就过得越来越差。 没错。 我希望我自己通过这个男朋友能让自己变成像自己的超人,你知道吗? 没错,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无敌的小宇宙, 只要你自己去激发他,只有你自己能去激发他,对吧? 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去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大,对吧? 对啊,对啊。 嗯,我还是非常感激有你和妹妹跟我生活在一起, 也让我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非常感谢你。 也谢谢你。 别客气哥。 我爱你哦。 我也爱你。 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内容,把我家孩子难为狗家。 因为我只是临时的告诉他说我想对他进行一个问题提问。 所以说他自己。 他又不让我转头。 然后呢,我在这里。 刚才写一秒,但是呢, 哥,你长得那么丑。 哎,你觉得你长得帅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太在乎。 他说我认为我自己强,我自己自信比我长什么样都不行。 你就是高富帅啊。 没钱。 没钱有前途啊,对不对? 没钱可以去赚。 妈往后就看你了,好吧? 你还是攒点钱,保守保守。 我不保守,我就要看你。 你没有想起,你想这个狗、兔子、猫、鸡什么的。 我们都搬到离你很近的地方去。 我们饿了就吃鸡。 我们饿了就把你撵出去去干活。 好了,我们不再逼迫一个17岁的孩子去承担生活的重任了。 他已经跟我说让我自力更生。 所以你看,大家我必须得要努力工作了,对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爱你们哦。 可以。 哦,拜拜。 拜拜。 拜拜。